冷言经卷二 阿难不明白佛陀所说的渐性无环的道理 所以佛陀打算用比喻来开始阿难 假设有一个大讲堂 因为窗户动然大天 所以显得内外通彻 太阳光射入 就看见光明 半夜无月光的时候 就看见黑暗 云雾掩蔽天空时 又变成昏暗无明的样子 窗户空隙处就有通达之像 有墙壁阻挡的地方 就只见雍色不通 当讲堂中有高的阶梯和低的阶梯 又有缘分来分别 当讲堂全是空的 没有物品 就只能看见一片空荡荡 当有沙尘飞扬 就有浑浊不清的相貌 当窗外与后天晴 又显现澄清明镜之相 以上有明暗 通塞 同意 清浊 这八种相 这些相都是虚幻不实的 而大讲堂就比喻妙明真心 这个真心能容纳一切万象发挥 虽然而显现各种相 但是真心却丝毫未曾有动 就如同大讲堂一样 无来无去 不生不灭 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